難莫關世音破山 你怎麼了 你不要出家了吧 因為現在台股太空了 我的錢包也空了 到底該怎麼辦 什麼都空了 頭很痛 四大皆空 空極是多啦 台股全線橄欖中 我們的主持人真犧牲啦 重點是九死一生 榮之退法輪卡位再生股 所有的表股 統統都在我們Luna這邊 在瘋狂股市福利社這邊喔 瘋狂股市福利社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嗚嗚嗚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Luna 我是美女主持人旁邊的 小跟班哲哲 哈哈 來 我們今天主題 今天主題是什麼 來看一下 台股全線橄欖 空極是多嗎 空空 你這個 感覺很怪怪的 就是一個美女 他在拍 我小時候也這樣玩知道嗎 打到我姊姊 我是拿鐵錘 然後往後一甩就 吃到她 頭都出血了 所以我遇到那個 這種墨魚都會怕 好不好 喔 好想到小時候的回憶了 還有電子 全線橄欖中啊 是 真的啊 好像得病一樣 一病不起啊 打個哈啾全部都空啊 是哪些空 空即是多 是 多即是空 九死一生怎麼樣 法人卡位再生骨出爐 出爐 這些龍之退的法人卡位再生骨出爐啊 那先請教三位 帥哥分析師也是出爐了 好 第一位喔 你學長喔 好不好 沒事 照理說第一個位置都應該是江江做 他今天硬是要做第一個 不敬老尊賢 就為了你啊 好不好 來 大家好 我是Eason 對 沒有啦 這個第一位就是資助人排 這個完全 跟我沒關係 跟我沒關係 好 我們當然連資是要江江排第一個的 好 沒關係 看在你就是要一清翻則的份上 好不好 第二位 也是我們帥哥 陳俊妍分析師 Jerry哥好 哈囉 大家好 又高又帥 俊妍分析師 也是 原來這陣子沒來了 最近開始會比較慘來了 好不好 第三位 我們的來 江江老師 網友們很喜歡的 大家好 這個行情沒有亮啊 然後又破線啊 是很苦 然後很悶對不對 很苦惱對不對 我待會有一個小爆料 你結果這個爆料的訊息呢 也是有點 苦惱 待會跟各位分享一下 啊 你在聽你這樣講 我知道 我元區的消息 我元區的記者 元區的記者朋友 告訴你就是我 最近訂單真的受到中國那個 圍城的影響 真的被砍單了 重點是什麼時候會結束 這個才是重 重點是沒有要結束 怎麼辦 江江我已經把你猜出來了 是不是 我每次猜江江的台 希望他原諒我 來來 我們來看一下 等一下 這只是大概而已 真正的消息是什麼 等一下問一下江江 來接下來福利色先解盤 來來來 來 來解個盤吧 今天大盤是跌了55點 55點啦 是 虎虎身風 不對是空頭虎虎身風 沒有沒有沒有 好不好 可是看得出來至少好處什麼 這邊 有點還是打底 出不打底西向 可是這邊看起來打底就正下去 還是要看美股啦 可是善規止數 有些跌無跌可跌了 善規止數來看一下 善規止數很明顯的 算有點痠腳啦好不好 善規止數沒有在這個 明顯的破底的形象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的貴買的一個指數 來我們順便來看一下 來 三大法人買賣超 三大法人賣超 賣150億 其實我真的覺得外資越賣越少 之前都賣七八百億的 現在賣150億很客氣 感覺已經賣光光了 沒有啦 外資可以有好幾千億可以賣 好幾兆可以賣 只是感覺越賣越少 來 近五日合計 五百七十四億元 那投信 還是繼續買 你剛好跟我講 今年要投信只有四天賣超是不是 對好像 算一算好像四天 四天而已好不好 是 所以大部分投信 沒有買才是大新聞啦 買是很正常好不好 那外資呢 沒有賣才是大新聞啦 好不好 一直土揚對作 誰贏呢 看得出來錢多的是老大 外資現在贏的 沒辦法 好不好 系統性的風險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 來 財經大頭條 來來來來來 我們請Eason老師 我們請Eason來一下 來一下 來 來 來 好久不見了 好久不見了 光榮回歸 之前 謝謝你 別這樣說 上禮拜很怕染疫給大家 休息一下 好不好 讓你跟那個LUNA比較靠近一點點 好 之前也是很怕全線感染中 所以我先請假 全線感染中 所以台股目前也是 那是不是這個四大皆空 空極是多 會不會負負得正 是 我只知道社極是空 沒有 沒事沒事 那空極是多 好 有沒有機會 好 然後電子相關有一些打底成功的股票 然後財報又不錯的 資源營收不錯的 對 今天來幫大家分享 好 我們來定一下下一張 直接來看 目前股市台股四大皆空 有哪四大空呢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 升息 升息目前來講的話說 這個效果可能升息 不一定能讓通膨馬上的下降 但是會造成說 可能會拖累經濟 所以造成 這個目前股市會有這個 類停滯性通膨 最近這個類很流行 對 類停滯性通膨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真正進入到停滯性通膨 的前兆 可能是 這個市場擔心 正在發生的這個過程 比如說看到 或壞藥或差不多像的 對 因為現在的這個勞動市場 還是強勁的 停滯性通膨的話 會看到說這個 這個成長性降低 然後那個勞動市場也會衰退 然後高通膨 那目前啊 有這個什麼 類停滯性通膨的 這個 這個跡象 其實我是覺得就可能 停滯性通膨的啦 對 可是他 他說反向的啦 反向的 因為其實有人說這個是 有時候 通膨的原因是這種 要嘛是供給面嘛 對 要嘛是需求面嘛 對 需求過多 比如說我就知道買iPhone手機買買買買 買到最後 哇 供不應求 那我只能漲價來克制你嘛 那這時候用升級是可以的 可是這樣不是 現在是供給面 我東西又少啦 我東西又少你又升級幹嘛 你反正那景氣打下來啊 對 我東西又少 東西又貴啊 不然怎麼辦 我去電汽車就缺 汽車缺貨啊 對 所以像這種 這種供給式的 供給缺乏的 像 有 有限的那個原物料 有限的資源的情況下 你要升級你反而把他景氣會打下來 好 是以前的意思嘛對不對 對 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是說縮表 就是說聯準會除了今年已經開始升級之外 這個六月啊 就要開始要他的縮表進程了 好 縮表是什麼 再幫大家來這個解釋一次 好 縮減資產負債表 因為過去 聯準會都在印鈔票 印鈔票基本上就是擴張 他資本這個 這個資產負債表 好 縮表就是反過來 就說不再創造資金 不再印鈔票 而且反手 還把這個什麼 債券 拋出去 把鈔票收回來 收回來 對 把這個鈔票收回來 把債券拋出去 來縮減他的資產 以前是買債券嘛 現在沒有 以前買債券是 我買了債券 我買這個什麼 我要鈔票丟給你嗎 丟出去才是買債券嘛 對 現在不是把債券收回來 是不是 現在把債券丟出去 把錢收回來 謝謝你 對對對 所以反手來把這個資金做回收 也就是說流動性會相對比較差 急速來做收斂 這個也是目前市場的一個空方的原因 好 第三個就是說疫情 疫情嘛 剛剛今天想講的 對 那其實歐美的疫情其實已經 這個跟病毒共存了 其實已經很正常了 但是這一次是這個大陸 那大陸他在這個處理疫情上面 他又是這個硬性的這個清零的政策 所以相關的封城啊 不只造成供給面 也造成說需求面 因為大家關在家裡 沒有上街去消費 當然也會影響到 這些 這個產品的這個需求 我現在中國人 我在 上海封城 我只想每天到底會吃到青菜而已 對 有食物就青菜家 好不好 對 所以會看到說 比如說這個 一般的消費 城一市場 手機消費 這個3C產品 這個都受到什麼 這個需求拖累 因為大家關在城裡 對啊 而且關很久啊 對啊 像武漢封城之風效應 肚子餓不餓 所以我想問一下 江江老師啊 那個疫情的方面 因為你剛才講說 想要元期的消息啊 這元期消息 是不是因為這疫情的關係啊 你可以解釋一下爆料 還是要等一下爆料 現在也可以說 其實是說 七八成的IC公司呢 確實營收都受影響 而且這個影響不只是4月 因為我們看到 5月公佈4月營收的時候 掉兩成三成了對不對 目前看起來是這個持續性 因為是物流跟人流都受影響 是啊 然後呢客戶也在做 也因為疫情關係 也因為中國風情關係 在做庫存的調整 不只是廠商被迫調整 也客戶也主動在做調整 所以那邊呢 4月5月 目前看起來是他們回報是 到6月第二季結束的時候 大概就可以 至少會維持到這種狀況 就是說物流受人流受影響 影響會到6月為止 那當然是目前看起來是消費性 影響性是最大的 因為直接就是消費 但是有一個族群就是非常非常厲害 就是說 這個公控跟 就是比較高階的公控跟側用 今年即便是有第二季會受影響 整年度的成長性都還是很高 你說什麼控 公控 公控 對 然後是還有在側用 所以比較高端的部分 我懂了 所以目前還看起來還是OK 那待會也會 我們主題也有那個MOSFI的這個部分 待會再講 好 謝謝你 來 所以這個車用還是不錯 好不好 所以第三個就是疫情 大陸疫情 尤其是大陸疫情 會造成這個供應鏈 目前還是在這個中斷 或者說 按下暫停鍵的這個過程當中 好 第四個就是無二戰爭 這個黑天鵝事件 在2月底3月初的時候 造成全球 對不對 這個經濟成長率開現 這個出現往下修的這個過程 包括世界銀行 都已經下調了全球的 今年的成長預測 所以目前 受害到這個戰爭的影響 很多原物料價格 大宗價格 大宗商品價格 都往上飆漲 包括俄羅斯這種能源大火 烏克蘭是糧食大火 所以就造成這兩個主要的供應國家 造成目前原物料的大幅上漲 也是股市的 這個很重要的一個 這個利空之一 對 所以這戰爭啊 疫情都是這樣 四大利空 四大皆空啊 就跟大家講 讓你們看空空如也 來 好像有問題 來 老師我想要問說 剛剛介紹的四大利空 哪一個對台股的影響比較多 老師覺得 老師那我們看一下 上一張嘛 是不是 我覺得 第一個 其實這個四大 也有英國關係 其實就是 對於台灣或台股而言的話 其實就是美國跟大陸影響都非常重 美國其實就 基本上其實什麼 取代了這個 這個貨幣政策上面的因素 是 升級跟縮表 然後大陸對不對 就是台股相關 跟消費相關 就是疫情 對 然後當然戰爭是這個 這個相對不可控 管制嘛 那個限制他們出口嗎 限制俄羅斯出口嗎 對 剛剛哲哲講的這個 供給面的這個物價 往上大增了 所以也是有影響 所以這四個很難說 哪一個是相對比較 嚴重的 但是加起來發生 同時在這個 今年第一季 以及這個四月的時候 就會造成現在股市拉回的原因 對啦 老師的意思就是說 這是英國關係啦 這四個其實 有時候是 先只有記憶還先有蛋 你本來就要升息了嘛 可是因為疫情跟戰爭關係 你又加速了升息 通膨 因為疫情跟戰爭加速通膨嘛 然後又要縮表 硬要說話是這兩個 比較嚴重一點點 因為這兩個關係 又加速了升息跟縮表 可是本來就要升息縮表 硬要說是疫情跟戰爭 應該說中國的疫情的關係 中國的政策 還有戰爭對俄羅斯的抵制 好不好大概是這樣子啦 好不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張 目前來講的話就是 綠空轟炸 這空軍瘋狂的轟炸 台股美股是不是空空如也 那會不會有機會是 負負得正 負負得正 來看一下目前這個跌破專家眼鏡 因為美國第一季的GTB的年增率 是這個季減1.4% 是啊 好然後近期原物料上漲 是對於這個 剛剛上面講的這個GTB 季減1.4% 其中來講的話 原物料上漲佔了-3.2% 對-3.2% 這個是最重要 就剛剛講的 而且老師今天晚上好像要公佈 我們節目時間應該是要公佈 對節目時間 對節目時間 對今天這個8點半 會公佈4月美國的CPI數據 有機會看到觸頂往下滑 那這個對於股市對於經濟都是好的層面 所以可能在這個節目播出的同時 就有機會看到這個消息出來 今天那個美國4月份的CPI很關鍵 好很關鍵 非常關鍵喔 好不好 預估是大概8.1 8.1 上個月是8.5創那個歷史新高 接下來8.1 如果有機會 小於8.1 或者至少這個不要超過8.5 基本上就是股市都還有這個反彈的空間 好老師有講喔 逸臣老師有開示了喔 小於8.1的話 CPI小於8.1的話 股市可能就會噴出去囉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彭博社他也有預估 接下來美國可能什麼 這個GDP還會再繼續往下滑 第一個 雖然會翻證 對第二季有機會翻證 但是第二季目前預估來講的話 這個3% 然後第三季2.5 第四季2.4 好 所以有預估說這個第二季就會開始翻證 因為第一季真的這個這個季減 這個1.4%真的是跌破大家眼鏡 好第二季翻證之後 但是也會看到 逐步的是往下來做這個緩和 所以這個葉倫財長 這個美國財長葉倫 也說了這個經濟啊 美國經濟啊 是要來做這個軟著陸 就是說經濟會下停 但是不要往下跌的太快 所以目前風波社來預估 美國今年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的GDP啊 會照這個模式 可能照這個模式來走 好 希望Q的GDP能開轉證 好不好 所以我們是空空如也 有些東西說不定是有機會見轉機的 好不好 老師我們來看下一頁 好下一張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講的 GDP衰退到底原因是什麼 好我們直接來解這個細部的原因 好 原來不是什麼經濟不好 而是剛剛講的進口 進口的關係 我們來放大一下右下角這個公式啊 對 幫大家複習一下這個經濟學 我們放大 對我們放大一下 對 GDP是什麼 好GDP是這個C加I加G加X-M C就是消費 對消費 然後I呢 就是投資 民間投資 G 好政府支出就是政府支出 X-M其實基本上就是進出口 對 出口減掉進口 等於進出口 所以GDP的這個組合啊 其實就是消費 加上民間投資 加上政府支出 以及加上進出口的 對 的這個過程 四大元素 進口是負向 對 出口越多越好 出口 代表你這個國家 對 拿到了外匯進來 賺的錢是越來越多 進口越多越不好 對 或者進口成本越來越多也不好 同樣東西東西變貴也不行 沒有錯 沒有錯 所以 了解這公司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標籍 來看一下 對 重點是進口 對我們來看一下這個-1.4% 我們把這個放大好了 把這邊放大 老師您說 好-3.2%就是這個 進出口 是 所以看到什麼 這個-1.4%當中啊 -3.2%就是由這個進出口造成的 好那這個深色是什麼 是消費喔 上一季是1.76 這一季1.83% 其實消費是增長的 消費是增長的 對消費是增加的 對消費是增加的 黃色是什麼 黃色這個是 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拉遠一點來看一下 對我們拉遠一點來看這個圖標 固定投資 剛剛講的民間投資啊 哇 投資還是很多 投資還是往上 因為這個 這個政府基建計畫 還有這個拜登的新能源政策 也都在做這個 基建嗎 對 也都在做這個投資 對固定投資 固定投資就代表是產房 還有這個 這個相關基礎建設的投資 所以看到說基礎這個建設投資 民間投資 以及民間消費啊 都是往上增長的喔 就進出口啦 相對於去年 對這個第一世紀 對啊 但是進出口是嚴重拖累的 聽你這樣講就是全部都是通膨的問題嘛 沒有錯都是 30也是一樣嘛 對都是進口 難怪拜登今天最新新聞說 哎呦我受不了要降關稅 要降就趕快降嘛 一句話就可以了 不是嗎 對啊 要降東國關稅啊 希望能降啦 進口的這個因素真的占太重了 對第一個這個能源價格飆漲 是 糧食也飆漲 對糧食也飆漲 那所以剛剛講的這個拜登啊 想要把這個進口的價格把它壓回來 取消中國的對中國的關稅 我覺得百分就應該取消好不好 對 所以可以看到說真的不是經濟不好啊 消費跟民間投資都往上 但是進口啊 反而是拖累美國第一季GDP的重要原因 嗯 好謝謝老師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好那回到我們美股上面的話 下一張我們來看一下 下一張來看一下 對美股的EPS 其實還是什麼 逐季看真的 是 所以第一季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預估 對第一季50.1 雖然有往下滑一點點 但是接下來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啊 目前這個盧福特 這個盧福特資料表示啊 是 是有機會是往上漲 但是 這個目前第二季是往下做拉回 對往下調 往下下修 但是全年維持EPS 美股啊 整體來講的話 平均成長8.8是不變的 所以美股的話 目前來講的話 這個 這個獲利性 或企業的這個獲利的程度啊 EPS還是往上看增 所以目前就是說 在這個利空四大甲級 對 這個過程當中 還是有一些電子股可以來做 這個 這個循機優的來做這個切入 是好 循機優來做一些切入 所以足跡這個抗爭 幾乎都是慢慢增加 慢慢增加 美股還是好的 雖然是不錯啊 疊什麼 純粹就是資金籌碼面 還要解決這個通膨跟攻擊問題 是啊 你看EPS增加兩倍 欸 所以股價展一倍也OK EPS變兩倍啦 你看之前那 2020年第二季的時候 雖然那是疫情關係嘛 所以這個就是 我覺得好像沒有那麼差 基本上真的沒有那麼差 好不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 台股呢 好有沒有一些電子打底 看起來好像很慘 其實 真的EPS不錯 所以要選一些避雄桿嘛 對 所以我們用這個第一季 EPS 已經公佈的話 或者這個四月營收來看一下 避雄市啦 對這個四大產業 我們來看一下網通設備 會有這個2345的智邦 好 EPS雖然還沒有公佈 但是 對 四月份這個營收已經公佈了 嗯 變質值8069元太 欸表現不錯 然後呢 ABF載板3037 新星 待會我們也講 對 這個四月份營收啊 是令人驚艷 因為我們也會預期 大陸昆山的這個封城啊 會讓新星 對 四月營收拖累 沒有想到還創下歷史新高 欸奇怪 還創下歷史新高 到底有沒有被封 聽了都發瘋欸 奇怪沒被封感覺 當然這樣來講的話 就是說 沒關係我們待會再講好了 好 微星我有看過 線型不錯喔 是不是跳得不錯 也慢慢起來 所以這邊分享就是說 有機會在網上 打底的漂亮的股票 對 成為這個 對 必雄感 基本面看起來也是不錯 對 籌碼面看起來法人也要進場的股票 對 基本面籌碼面技術線型 都不錯的股票 我們來看一下這次檔 接下來看一下哪 第一檔我們來看一下 2345的地方 做這個網路交換器的 那目前來講的話 就雲端啊 伺服器相關的基礎建設 還是往上做增長 嗯 四月營收雖然有受到 這個 這個工資開發都有講 四月營收有受到 大陸疫情的相關的影響啊 是呈現月減的狀態 但是 對這個未來 第一季的這個利潤率啊 有機會再往 這個第二季來做好轉 所以外資也看多目標價 來到296元 來看一下下面 投信的話 其實在四月底五月初的時候 就開始轉為買超 嗯 其實 資方的股價在過去 是修正以大段下來 對 是修正以大段下來 目前來到這個 200元附近位置 就看到一些支撐 對 前提是來到196 然後最近呢 也是打到附近 這個200元附近啊 就開始往上做坦升 今天 對表現 這個超股預期啊 是上漲5.8% 是打敗大盤 所以 目前來講的話 這個有沒有機會利空出鏡 看到這個 這個雲端設備 以及網通設備啊 今年還是這個維持穩定的這個增長 需求還是強勁的 就還有機會 還是有機會 這算不錯 打兩次底耶 對啊 套一句我們江江老師說的話 底底高 對 俊老師你有沒有喜歡這檔股票 覺得怎麼樣 我要Cue你一下 免得你覺得我對你不好 哈哈 我是比較看好維新啊 維新是不是 對對對 確定喔 確定不是你的維新之論 等一下再講一下好不好 下一個下一個 好那下一檔股票 我們來看一下 老師元泰8069 8069 我們稍微更正一下 好來 第二檔元泰的話 在昨天已經公布第一季 老師你對元泰 感覺很有興趣 你講很多次 對啊 我們都幫大家掌握 前面跟這個中間 其實都有這個架差的機會 對 好那目前來講的話 這個基本面 還是不錯的 還是不錯的 第一季賺1.28元 四月營收也在往上走 對月增年增 是 這個是在目前 台股的這個電子股是難能可貴 四月營收還能月增年增 要厲害 對 所以過去有幫大家來追蹤這個 8.69元泰 因為他在這個產品上面 是有這個突破 以及維持競爭力 所以就會相對的 這個營收是基本面 維持強勁 好這個目前公司也說了 這個預計啊 新產線會幫助這個下半年的營收 繼續再擴大 因為去年公司已經 這個預計要投入四條新的這個產線 第一條已經在去年底已經投產了 接下來第二條跟第三條 有機會在什麼 在這個第二季季底的時候開始投產 所以下半年營收有機會再放大 有機會再放大 營收嘛 因為這個產線要擴產了嘛 對 對 像流行電子這個題材 對 所以今天的股價可以看到說 今天其實盤中是表現不錯的 尾盤有一些波段的賣壓 把它賣下來收在平盤 收在月線部件 我認為這一檔這個長期的肌油股的話 拉回季線是一個相對比較好的買點 我感覺元泰跟台股走勢完全沒有關係 對 他基本上就橫著走 橫著走 橫著走 中間有一些價差的機會可以去操作 看起來不錯 元泰 好我們再看下一個來 好下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3037星星 也是有這個令市場經驗的 是 因為他這個大陸 這個昆山的封城 這個原理 原本市場預期說 他可能會 這個受害很嚴重 是 沒想到他四月營收 還是在創新高 111.5億 月增4.4% 年增41.8% 好當然如果沒有封城 他當然表現會更好 對當然表現會更好 是 只不過他在這個調配的過程當中 還是讓營收在往上衝 第一季賺3.85元 好 法人預期 ABF宅板 還是維持這個蒼望的需求 所以未來 大陸 剛剛這個江安老師也有補充 所以有可能封到這個六月的時候 那目前來講的話 新興公司自己說 按照目前的狀態 以及這個產能調配 成功的目前的情況下 是影響是有限的 所以看到說 股價低一點沒有在破牢 然後在那邊 曾經還拉上一個盤中亮燈漲停 是 然後接下來就在這個長紅K之上 來做整理 對我那天展停好像很重要 對這天很重要 對當天是 底底高 江安老師就會講底底高 對 這個大跌的時候 先創一個波段新機 然後就往上提 而且頭新開始有在買囉 對 這些股票 也是有法人概念過 我們來看下一個 對 最後一檔 紀元老師最喜歡的 2377 對 那目前來講的話 公司說這個 這個筆電 就是電競筆電 還有板卡成長 第一季的財報還是亮燃 這個也是算是有跌破大家眼睛 因為 這個在第一季的時候 這個 這個 這個顯示卡 這個這個這個 通路報價是往下大跌 是啊 對 當初這個 就看到說那些原本很缺貨的 這個顯示卡 竟然 竟然出現這個 這個報價往下跌 因為可能 那就是那些比特幣下滑又差 對對對 沒有錯沒有錯 挖礦題材 但是這個第一季財報 公告出來的時候 營收以及EPS 都創歷史新高 營收跟EPS都創歷史新高 第一季賺了5.64元 不到10倍本益比 對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公司也說了 這個第一季價格 現貨價格在顯卡上面 雖然是往下滑 但是沒有看到 雪崩式的往下崩跌 所以這個對於他目前的這個 產品組合是好的 然後新品 他也強力在什麼 在這個搶佔電競上面需求 電競當然就是相對 比較穩健的需求 不會像這個顯卡 或者這個比特幣一樣 這個大好大壞的 所以電競還是他主要的這個 產業重點 好 他也切入了這個車電 還有這個伺服器相關的業務 所以目前 這個維新其實股價也是修正一大段 也是修正一大段 目前 這個4月的時候看到118的這個低點 你不講頭信都在買喔 對 前面其實修正很嚴重 然後到這個相對底部的時候 頭信就開始買了 頭信就開始買 然後這個波段低點出現 股價微微往上 跟近期的台股其實 欸 長相也不太一樣 嗯 對 股價也相對強 好 頭信一直買 這個真的是買得不錯啦 看起來這個技術線型 籌碼面這個維新真的不錯 難怪俊炎老師要選這一檔股票 四檔股票 老師你要選哪一檔 好 電子打底股 這個3037猩猩 短期應該有機會 我選維新 我真的覺得線型不錯 好不好 本益比不到10倍 雖然現在本益比已經不流行這個題材了 本益比也不重要 可是看起來 頭信有在買超啦 好 那 俊炎老師呢 你就選維新囉 確定不是維新之類 為什麼 要什麼原因 其實融資的減幅還蠻明顯的 其實要看的就是說 融資減幅大 然後再來法人有卡位的股票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維新的融資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維新這個日線看起來 哇 融資認減蠻多的 然後還有就是那個 剛才又秀出來 法人低膽買進 真的是不錯 籌碼面 看起來維新好像不錯 謝謝老師 好不好 平常在玩電競嗎 我喜歡維新的筆電 你喜歡維新的筆電 這CP值蠻高的 好不好 是你喜歡什麼 我也是選2377的維新 為什麼 英雄所見略同 英雄所見略同 我們直接看K線 就是我們所熟悉的邪率的問題 先跌的先打底 他第一季是不是大跌 大跌之後 4月打底 然後呢 經過4月底部之後 5月起購是不是邪率改一遍了 對 1 2 3月是負邪率 4月邪率走平 5月邪率就往上了 所以選股票選多頭 一定是找出 由過去是負學率代表空頭 經過打底之後 目前轉為正學率 多頭有機會的股票 至少底部型態很完整 好 看起來有一點點像什麼 類似小碗公底的這種味道 從負學率有沒有看到慢慢的變正學歷 還有一點網公底 老師明天要講這個網公底 看起來這個好像不錯 這個微星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什麼叫網公底 什麼叫底部反轉信號 謝謝英雄 沈老師 謝謝謝謝 電子打底股出爐 四大皆空 空幾是多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來 來 標股長寶圖 除了這以外不好意思 我們臨時要考各位來賓 因為我覺得剛才大盤 我感覺大家想要講 我們再秀一下大盤的圖 不好意思 是臨時考製作人 大盤圖我想知道說 大家覺得這個行情 接下來怎麼走 每天都問一下 因為每天看起來是要 大招 是要有機會 是不是要破底還是怎麼樣呢 大盤 我想問一下Eason 你什麼看法呢 Eason老師呢 我覺得可以先來看一下這個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在昨天公告 比如說台積電 台積電營的時候是創歷史新高 沒有錯 但在同時也公告說 這個第一季要配息2.75元 好拉近一點 其實是跟去年 過去四季是一樣的 拉近一點 嗯 好 那你繼續說 配息2.75元 配的有點少耶 一點都不令人驚艷 對啊 因為第一季 對因為去年是絕育第一季的 今年第一季的這個配息 今年第一季是賺7.82元 是創歷史新高 但是還是配2.75元 那跟大盤的關係 你說 這個配息率是只有35% 會讓說 對剛剛哲講的 這跟大盤有什麼關係 外資要回來要買台積電 要買台積電嗎 對我們不能只看到這個賣超越來越少 但是外資是期待他大買超的 那他買超要有理由 如果台積電還是維持這個相對的 這個 綠色 對相對 因為現在我有網友在講這個 鐵公雞嘛 台積電的雞 對啊 不會造成說 鐵公雞不錯 因為他去年配這個2.75元的時候是賺5.39元 對賺5.39 配2.75 配息率是超過這個50% 但是今年創這個歷史新高的EPS 還是一樣配2.75 感覺啊 因為你賺錢光了什麼事啊 對啊 你也沒分給我啊 對啊 賺錢光了什麼事 你也沒分給我啊 對所以外資相對要買 要回頭買台積電的理由啊 不 就是除了這個高成長性之外啊 也要有一些 對你要有這個抗通膨嘛 你這個 這個EPS如果 這個 這個創新高 但是股息還是停留在一年之前 這個股息也是什麼 這個被這個通膨追著跑 對啊 所以我認為 這個台積電可能第二季啊 是一定要做出一些改變 因為第二季 這個營收還會激增嘛 所以第一季的這個EPS 還可能再往這個第二季 再往上衝高 那你第二季就要往上走了 好那而且就是還是要靠台積電啦 台積電先不要那麼鐵公雞啊 我蠻喜歡這個 這梗的 那敬遠老師你覺得大盤怎麼看 簡短說就可以了 我是覺得啦 現在來講的話 第一個融資維持率是相對低檔 是 超過一年相對低檔 然後第二個部分來講的話 市場現在的情緒是處於是恐慌階段 甚至到達極度恐慌的階段 所以眼前這一邊來講的話 我認為即便是台北股市接下來 或是即便是後市不好 但是後面這一邊這一邊來講 應該是會迎接一段的反彈行情 哦 反彈行情 該砍的差不多了 鄭家老師你簡短說 你覺得大盤的看法 整個其實從高點18619 到本週低點157 但是跌幾點 跌2885點 真的跌很多 真的跌很深 好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很容易讓人 讓人覺得說這個盤說 開始應該要 開始去找這個底部的這個訊號 但是你看哦 目前我們看這個均線 均線是最簡單對不對 這個三日均線的位置在16360 然後五日均線在16680 十日均線在16925 有沒有離太遠了 那離太遠 目前看起來就是會有短線反彈的空間 但是均線目前無法一口氣扭轉 我們講是不是講斜率 大盤目前均線是往下滑的負斜率 什麼時候會有多頭 正斜率給我看到 他就變成多頭了對不對 你說目前真的需要打底 花時間打底把底部型態做出來之後 才會往上攻 另外補充一件事情說 好可惜 我覺得我覺得禮拜一好可惜 禮拜一不是跳空跌三五五五五十幾點嗎 對對對 為什麼不爆量 圈起來好不好 為什麼不爆量 我說如果可以爆量有沒有 有換手機會 那籌碼欠了更乾淨之後 後面反彈就會兇一點對不對 很可惜就是說 還是沒有看到這個爆量 籌碼無法換手 所以我認為擴底吧 最樂觀的是用擴底的時間 把底部型態做完整之後 台北股市在運那一波多頭再起的這個機會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老師說離軍縣很遠 有沒有看到 離軍縣很遠 離軍縣都很遠 這K線離軍縣都很遠 好不好 謝謝老師 接下來標國參法圖 謝謝老師告訴我們大旁目 快速來說一下 紅爐 往哪有紅爐 跟茂蓮 老師來看一下 是如虹啊 對不起 我累了 如虹啊 是紅爐 好 謝謝你 第一檔跟1476如虹 應該也是大家很衝擊的 對節目的哏 對我知道 謝謝 其實今天表現很好 直接往上突破這個波段行高 因為目前來講的話 第一季這個 因為這個成本原物料上漲 這個成衣市場的裁測是不斷往下修 不過昨天最新 Nike已經把這個需求再往上調回來一點點 好 所以對於如虹這個旗下大客戶之一 那個目前股價就受到激勵 加上昨天法說也帶出這個未來均價 ASP 就是賣出那個銷售價格 有機會是呈現兩位數的往上增 所以今天也是帶量往上走 所以我認為 來到這個450元到500元之間 可以來做這個低檔的佈局 因為這檔也是跌很深的 而且跌很深你看拉遠一點嘛 我們線型很漂亮拉遠一點才好 拉遠一點 你看這看起來就知道 哇這線型打的也很漂亮 而且像今天老師說 底部越越高 是有點這個跡象 對基本上前面前面那一波已經跌夠了 對前面那一波已經跌過了 好我們來看下一個來 好第二檔的話這個3665帽連KY 其實之前也有在這個單元上面 幫這個浮粉來整理過 3665我們來看一下 也是什麼 這個特斯拉很重要的這個供應商 負責這個電動車的這個線速上面的這一塊 我認為今天剛好拉回 有做拉回啊 上週的話是創下歷史新高 有做拉回來到這個月季線 目前還是什麼 正旋律往上了 對正旋律往上了 我認為拉回 電動車在這一塊上面還是一個 相當不錯的這個主流題材 因為外資啊其實在過去 基本上我們下面如果放外資的話 對你會看到外資基本上是沒有在賣 而且季線都有手嘛 季線月線都有手 來我們這邊看外資來 我們看一下外資的這個籌碼面 的狀態 你會發現他其實基本上最近啊 近期來講是週沒有在賣的 哇 技術性從馬現行都不錯耶 謝老師告訴我們這股票 對這檔拉回也可以做留意 好我們來看一下下一檔股票 我們請一下 Jerry老師 Jerry老師 聯合再生跟金剛 好 那聯合再生的部分 其實聯合再生來講的話 第一季的EPS是創下4年的新高 然後所以基因來講的話 消息一出來整個行情是出現一個跳空大漲 那漲幅是超過4% 那不過這邊來講啊 可能要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說 這一個部分技術面來講 比較會是在 年限扣底值這邊的跌升反彈 所以會先跟大家來提到就是說 也許近期 往上再走的過程 那個先留意一下技術線型 技術的蓋頭反壓 好 針對這個聯合再生的部分 好 小心一下技術蓋頭反壓 好不好 可是突破了以後就有機會 是不是 嘿對是沒錯 好 好 下看下一檔股票 好那1584的金剛 那當然這檔股票來講的話 算最近來講表現算不錯的 因為大盤真的是蠻慘的 那他可以維持高檔震盪整理 那4月營收創下 拉近一點 來 那4月營收創下歷史的次高 是他整個現在來講 技術線型比較強勢的一個原因 那底拜二 外資的 對於他這檔股票來講的話 是轉為一個超過1300張的買超 不過這邊我要提醒大家 因為這檔股票來講的話高檔震盪 可能要去留意一下 就是說他的融資水位 已經來到這檔股票歷史的相對的高檔區 所以這檔股票來講的話 也許大家可以找一個融資的數字 4500張以上的融資的話 就不要去追高 可以等他這融資來講的話 降到4500張以下 融資水位 是不是 這是融資慢慢增加 這不是水位 沒關係 融資要降低的再說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所以我們看最後檔股票 我們擔注一點點加折及亞細 好的 我第一檔是三五三三的加折 我們來看他的線型 也是很難得找到 台北股市跟大盤完全沒有關係的股票 就像元泰一樣都完全沒有關係 這個趨勢是很強勁的 那整個線型的部分 是兩個月的橫盤整理結束之後 有機會往上做突破 那他為什麼這麼搶 他為什麼能夠有資格比這個大盤搶 主要什麼 他伺服器的需求太猛烈了 他目前去打聽的這個狀況 包含今年到明年整個伺服器的需求 都是維持高度的成長性 即便是4月有受到稍微的中國的影響 可是整個法人看他第二季的營收 有機會繼第一季之後 再續創地址新高 所以目前看起來是什麼 MACD的部分 現在零軸之上 MACD在零軸附近 忽紅忽綠的這個狀況 有點糾結到尾巴 看能不能突破前高 能不能突破前高的話 那中繼在場的這個型態就會出現了 這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這是第一檔 受傷害的加折 MACD已經翻紅了 看第二檔是6113的雅系 這禮拜是很猛烈 為什麼這麼猛烈 我能夠往上噴 主要是受惠台積電的關係 台積電是已經宣布明年漲價6% 直接的受惠者 擴產資本支出 完全就是跟著台積電一起成長 另外就是說他5G的技術演進 包含了這個網通IC MCU 它都有涉略 目前是繽紛好幾度 持續的往上做攻堅 它4月營收是創了歷史新高 年增率是76% 這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確實是受到台積電的這個激勵 基礎線期 但是MACD 股價噴出去4天之後 MACD一定是紅的對不對 重點是什麼 可以追高嗎 我們來看分析一下 我們看導播幫我換成週線的MACD 它有個訊號還蠻強烈 就是說本週是橫盤整理過後的 起攻翻紅第一週 週線MACD還有雙線在零頭附近 就結後往上突破第一根 按照這個經驗有沒有 通常這第一根它的高點 絕對不是波段的最高點的時候 它還是可以做期待的 所以我認為因為有一個相信的橫盤 這裡結束之後呢 未來回測16塊錢是頸線 16塊錢頸線沒有做跌破 所以我認為這個股票 有可能是中繼的在漲 然後呢 打底形態之後呢 因為受惠台經濟的這個成長性 4月營收穿率的新高之後呢 未來還是可以做期待 我認為有可能是一個 中波段的可以長線流域的股票 好中波段長線流域的股票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接下來標準我三角圖 這六檔股票真的很標 有沒有跟大家講 我還是看不出來像韓情差 還有一些標股 但是我知道大家手邊還是想說 到底台國股票會跌比較重要 還有就是說 到底還不會大盤 還有沒有其他的 更好的基優股出現 那不只要標股慢慢展也可以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下個單元 來 股市甜甜圈 焦點股幫你圈 來來來 我們請Jerry老師 Jerry老師 來來來 這是什麼嗎 九死一生 龍之退 法人卡位再生股 出爐 是九死一生啦 龍之退 法人卡位再生股 出爐 對 這些股票看起來好像有機會 老師來介紹這些股票 好 我們先慢慢來講 來 你覺得看法 我相信就是說現在來講的話 市場上一個恐慌的氛圍 是現在最主要 大概應該要去觀察的重點 那恐慌的氛圍上升來講的話 第一個我們看的是 籌碼面能不能洗乾淨 因為籌碼面來講的話 只要亂 那個你再恐慌的話 多殺多 對 我咖啡廳明明沒有失火 有人喊失火了 就人才人都急死人了 好不好 對沒有錯 好 那在跟大家聊這些股票之前 我們直接跟大家來看 會去跟大家 談到就是說 所謂現在國際間 比較會去當做指標的一個 極度恐慌跟貪婪的指數 是 但是運用在就是說 在整個市場上面來講的話 有一個數字 簡單的數字 簡單來說 這個就是說 越接近100 下方這個圖 越接近100來講的話 就是越恐 越貪婪 越接近100 就是越接近貪婪的狀態 越有信心 這個可以說你信心指數 100%越貪婪 你越有信心 越覺得OK 越會賺錢 那現在越低 就是越沒信心 越恐懼 越接近0 就是越恐慌的狀態 那現在台北股市來講的話 其實大家可以去參考 不管是美國股市 台北股市來講 現在市場 就一個恐慌的狀態 這個數字告訴你 是已經極度恐懼了 那因為5月6號的部分 上個禮拜開始 其實就已經進入到31 從31 有點恐懼的 恐懼 然後一路的標到什麼 22 22 從恐懼變極度恐懼 簡單來說 這個數字來講 只要低於25 這個數字 只要低於25 就是整個市場上 陷入一個極度恐慌的狀態 恐懼跟貪婪指數 上個禮拜就是從31 掉到22 然後一路到現在 到昨天為止還是23 好啊 甚至還有一些信心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數字又更值得大家來參考 這個是由美國AAII 也就是說散戶投資人協會 所去提供的一個數字 那這個數字要跟大家來聊之前 我先跟大家來談一下 這個散戶協會 它不是一般 就是說隨便找個路邊的人 不懂股票的人就來問 你覺得股市會不會漲 不是這樣 這個散戶協會 它的成員有16萬 完完全全是找到就是說 比如說高學歷 美國的投資人來講高學歷 而且它還有一個門檻 你必須達到一定的 投資知識以上的水準 它才會讓你就是說 成為一個樣本的數字 好 那過去一點 我們看一下那個數字 你擔作那個數字 OK好 所以說以前 現在最多好像有到59 到你肩板這邊的數字 對 那個現在來講 是在哲哲那一邊 哲哲那一邊的數字 59.4 是5月來講的話 整個是 這個散戶投資人的情緒指數來講 是達到一個看空的高峰 那這個高峰來講是從金融海嘯 這邊 我這邊有翻譯詞 對金融海嘯 就是在這個位置 金融海嘯過後 超過2009年3月 首度這麼高 以來來講的話 這已經超過13年 59.4 現在手折那一邊 59.4 是最近 首度的新高 以前算是有到59以上的是70.2 那是2009年3月 對 那時候好像什麼 是7張點嗎 那個時候來講是金融海嘯過後 這7張點 對 那有一個時空背景的環境 當時候70.2那個狀態是 全球經過金融海嘯 那美國人 美國的投資人來講的話 那時候恐慌到一個極致 那個時候其實 台北股市已經領先沒有破底了 那所以 台北股市開始打底的時候 那個美國這一邊的投資人 還在極度恐慌的狀態 所以這個數字來講會 值得來做參考的原因就是說 現在他創下了超過13年的新高 也就代表說 美國那一邊如果持續來做一個破底 我們台北股市這一邊 也許你要留意的是 慢慢的開始進入一個打底的階段 好這很重要 我們來看一下 好 其實我們跟他補充一下 剛剛那個數字來講 我跟他來談 剛剛那個恐慌指數 美國人恐慌指數來講的話 70.4 對 70.4來講 一個月後 那個數字 2019年的時候 2009年一個月後之後來講的話 台北股市這一邊是整個 那個跳空大漲 連續跳空大漲往上噴 那時候還要簽ECFA ECFA 對 4月30號5月4號 連續兩天漲平板這樣子 好 那現在來講的話 現在大家來看眼前這邊的大盤 從大盤指數 其實從高點18619 一直到最近的低點15734 大盤的跌幅來講的話 大概也是 這道字 不好意思 OK 大盤的跌幅來講的話 大概統計 約15% 是 那那個融資的減幅356億 我們算一個數字 融資減幅是 12.5% 那 以現在來講 那個融資為殖利 也是創下最近7個月的新低 那整個大家去討論的就是說 哇那外資這樣的賣 外資這樣的賣 什麼時候 哪些股票來講的話 是相對從而比較乾淨 因為大盤融資是個股一個一個增加 大盤融資減少是個股的 每個融資減少 有沒有融資減少比較多的股票 然後是幾個股 對對是 然後另外來講 也許有些人看空的人會覺得說 是不是要等到 大盤的 那個融資減幅大於那個指數的跌幅來講的話 才是真的落底 可是我這邊 你就需要嗎 你就不需要 我這邊要必須要提醒 第一個 因為現在融資維持率 在150%附近 以金融海嘯過後 金融海嘯過後的行程 台北股市在融資維持率150%左右來講的話 只有 占行程的比重大概只有10% 幾乎在150% 最近在13年以來來講 150%的融資維持率 後面換來的都是一個底部區 所以在這個位置 150%的機率很低了 你就要把握了 不要想那麼多 對 那這個位置 即便是超越大盤的跌幅來講的話 其實不算是完全可以確定落底 好 金融海嘯那個時候 雷曼兄弟破產的時候 那個時候大盤跌幅是那個 35% 那當時候融資減幅是 37% 很多人都以為是行情落底 可是大時候後面來講 那個海嘯市的那個跌幅來講 後面再殺30% 所以第一個大盤的基本面還是最重要 第二個是不是要跟上幅度 重點是說到了一個區間 比如說到150的一個水準就可以了 對不對 所以老師我們來看有哪些股票好不好 就是說 法輪卡位的融資退的法輪卡位股 因為這些好像看起來 投信都怎麼樣 都有在買 投信不一定要買 外資有在買 老師你比較喜歡外資的股票 我跟大家聊的是就是說 因為外資已經賣超了 超過7000多億 那整個是已經創下歷史 賣超這麼誇張的情況之下 還有買的股票對不對 是沒有錯 我反而就是會跟大家來聊 就是注意就是說 這一邊來講融資有做減幅的 然後再來就是說 外資在賣超的過程 反而是就是說 偷偷的去做繁鎖買超的股票 這個才是大家應該要去留意的 我們要看技術線圖 好 來 好第一檔來講的話是 那個8261的副頂 那這一檔股票來講 當然就是說 收會在MOSFI的價格 是站在高檔 不過這邊來講 我必須要談到就是說 這一檔股票可以去 留意的就是說 減幅 融資的減幅有了 那在外資的買超的部分來講的話 是針對就是說 他在後續 有切入第三代半導體的一個產品 好 所以在整個融資減幅夠了 然後再來就是說 外資其實已經在提早卡位的狀態下 這一檔股票後續真的是 而且還跳空的展停板 有一天突然展停板 看起來技術線型不錯 MOSFI最強的好像最近是他 融資減法能增加的概念股 我們來看下一個 來 3041的陽智 打錯了不好意思 好 所以這一檔3041的陽智來講的話 就真的是就是說 在眼前這個狀態 會是電子類股 反攻來講的話 一個觀察的指標 因為破底翻 好 這破底翻 這是陽智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下一檔股票 來 中飛航 好 那5609的中飛航來講的話 當然他 最重要的是 今年的EPS 其實 4.54元是高於法人原本的預估的 那今年來講的話 他最重要的是海運 空運的業務都 大量的做一個成長 尤其是在海運的 業務來講的話 比重拉高 所以整個 在融資所謂清光的 所以整個在融資所謂 相對降低的狀態下 外資在這個股價 其實打底蠻長一段時間 來做一個增加持股的部位 所以這檔股票其實在 整個 航運類股裡面 算是覺得值得大家可以去追蹤的股票 好 融資檢法人真 我們來看一下 會洋最後也是 也是航運相關的 對 會洋KY來講的話 當然就是說 整個中小型傳播的需求 一直不斷的上升 那 因為烏厄危機 烏厄之間的戰火以來 其實真的 整個讓市場上面的大眾物資 需求其實是一直不斷的 所以 對於散裝航運 我是看好 就是說今年 會表現整體股價會表現的 比去年的貨櫃 三雄還要來的好 所以 也許航運類股在最近來講的話 表現相對穩定 大家可以去追蹤一下 散裝航運的股票 散裝航運的個股 尤其是指標的 會洋KY後續的表現 好 融資檢法人真老師 最後你想看來 這個股票你想要看哪些是最看好的 我自己來觀察來講的話 當然就是8261的負頂 那當然2637的 那個會洋KY來講 我把它當作是散裝航運的指標 老師那最主要是負頂嗎 二選一 二選一 二選一來講的話 就是負頂 好好好 一千老師您呢 我選這個投信 以及外資買最多的2637會洋 好 投信外資買超最多的 來老師 我選的是8261的負頂 負頂是今年 第一季是英菲國際這個IDM的大廠 英菲林安生美德宜都漲價了 漲價之後呢 因為他們國際大廠又選擇毛利高的 這個5G還有這個 車用去投片 是 產能排擠掉之後呢 台灣是二選廠都會受賄 目前52週的交期你知道嗎 52週一年了 變成99週園區說 無交期的這個狀態 就是隨便這個99週 我沒有跟你講我什麼時候要交貨 對所以說這個訂單 就到今年年底都是很滿 所以我選附頂 好 謝謝老師 告訴我們這些 元期來的資訊 謝謝老師 所以九十一生農資退 法人卡會再生股出爐 今天股票真的很精彩 記得一定要按讚好不好 對 按讚留言 為了江堅老師 或為了 不然為了Luna 是不是 Luna哪一天生氣不錄了 我跟你講 我哥哥不錄了好不好 所以按讚一下 每週一到週晚間8點上線 135解盤24教學影片 然後所以韓國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妳的財富FreeFreeFree Woo 小心點小心 就是心變心 登登登 Luna妳剛才幹什麼 因為我在模仿小英總統啊 聽說現在 是想要跟妳的財富 亂動 說現在 可是我都問到了什麼 欸 為什麼連拆 這也真是 老闆 華跳空殘 KL 這邊所有同志朋友 大家好 祝大家新年快樂 在地點子 現在在山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我看他看多看空穿下囚動 都有人陪伴在你左右 哎 就來一 都這麼出來 他明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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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龐凜峰 狂鼓是不敵的 你最後才講一句話 你的財富 free free free